大家好 我是斜佬 早前天氣回暖了 但不夠一個星期 現在又開始轉涼了 今次和大家去這間 位於黃埔 新開 原本的總店在九龍城 已經差不多30年歷史 總店主打高級海鮮 和牛肉 比較貴價的火鍋 這間新開的主打一人火鍋 最便宜是一人火鍋68元 價錢不知質素保不保持得到呢 還等什麼 同學一起去吧 Let's go 大家如果未訂閱的話 記得訂閱 還有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你的支持就是我拍片的動力 多謝 那地點都很方便 在黃埔地站B12走出去 應該都是一分鐘左右就到了 這條電樓梯真的很長 我們出來後 又見到奇妙坊 在奇妙坊裡面 我們在這裡直走 在奇妙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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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的位置真的很方便 剛才走過來 兩分鐘左右就到了 不過是直走 如果進去裡面 可能會走錯 門口 它有一個動的公仔 拉面 就好像日本的店舖一樣 挺有趣的 因為我們剛才說 九龍城的主店 都是做一些比較高檔的海鮮的火鍋 所以它的魚缸擺出來就讓你看到 有些貴價的二人 我見到龍蝦那一堆1288 但這次我吃些便宜的 這個環境都挺漂亮的 有些歐陸風 即是加納比海 有些藍色 像我這個卡位 其實它應該可以坐四個人 甚至乎坐六個人 應該都可以的 但因為現在限聚令 都是坐兩個人 所以就相當闊浪 而且這裏很有趣 好像一間間屋一樣 它有些鑑板 你見到後面 有些玻璃 好像自成一角 它的一人餐最便宜是68元起 有些甚麼呢 有一個叫海之暖 主力海鮮的 還有一些主力有些軟 還有不同肉類 豬肉為主 牛肉較貴的 牛肉是78元 還有最主帶 佛跳牆 而最貴的 它有海鮮 就是龍蝦湯 配合有半隻龍蝦 它就像剔刪心子車仔麵一樣 有ABC 三個鬆 第一個 你就先選擇材料 第二 就是選擇湯底 第三 就是選擇煮食 還有 還有一些 所謂的就是飲品 飲品免費的 就是地道解茶 其他 就要收費 這裏真的好像車仔麵的形式 另外可以再加菜 加菜 加菜 後面有小食 還有一些鍋物 就算是海鮮 或者其他最便宜 100元就有了 可以 封劍油人 最貴我看到都是15元的 加個牛可以封門樓 牛頸隻都是 原來看看刺身也有一家 是68元二人份的刺身 這個餐供應的時間就是 12點到5點半的 我問了一至日都有的 都是同樣價錢 還有 一個人都可以來吃的 不過 都是那句 因為現在政策都可能經常變的 很多店舖 所以來之前最好打電話來問一下 比較穩陣 大家都知道 最近沙爹牛肉麵很流行 我看這個沙爹牛群組 它有說 這個沙爹補購湯底比美方榮記 所以我選這個就是沙爹湯底一定要 沙爹湯底當然配牛肉 所以我點了78元首切牛魔王 配上這個沙爹湯底 另外我點了78元的佛跳牆 它有佛跳鎮的材料 和佛跳牆的湯底 聽說都很棒的 這裡就沒有醬油提供的 但你可以主動問它 都不用錢的 它不會說 你出去拿 或者它放在這裡給你拿 你要問它 這裡都很貼心的 它每個餐都會給你一個紙 教你怎樣做 我這個佛跳牆的這個餐 它就會告訴你 譬如要煮多久 譬如六分鐘 接著先喝湯 之後再放些材料 譬如不同材料 放些時間不同 最後下河粉 肉類那邊都是 它都是叫你先試一下湯 之後就下不同 譬如牛肉那些八秒 牛丸就三分鐘 豬也有說是多少 我這個佛跳牆鍋 見完就提我 先喝湯 之後再放些材料 逐樣逐樣放進去吃 嘩 看上去都很棒 嘩 聞一下都很香 湯我覺得有點鹹 但又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可能我還未放些材料 金華火腿 未有味 其實我也覺得很奇怪 明明有金華火腿 它又說不放 就這樣不理喝 就這樣喝 它剛才只有咸味 之後我再放了金華火腿 再煮多幾分鐘 真是不同 有金華火腿 味道帶了咸鮮味 差很遠 好喝很多 我想店員不知道 應該先放了金華火腿 試完它最出名的 這個比美方榮記的沙爹湯底 它見到有一點花生在表面 它是頗濃的 而且有些花生味都頗重 還有一些椰奶的香味 因為我自己未吃過方榮記 我就沒有得比較 但我覺得它是好的 嘩 先吃它的牛肉 它的牛肉看起來都頗新鮮 它每款都有四片 牛頸仔夾起來看看 味道之前 看見肉質都頗有光澤 頗新鮮 我相信應該都是新鮮 應該不是雪藏那些 而且你看到油脂分泡都頗平均 厚度亦不算很薄 屬於中挺厚一點 這個牛頸仔是8秒的 我現在數了 1 2 3 4 5 6 7 8 看一看 第一口吃下去的時候 真的很軟 真的很軟滑 它的牛頸仔味 這個牛頸仔偏向不太重 但它的口感非常好 很軟滑 我想勝過一些A4和牛的 牛肉就說8秒 但剛才的牛頸仔 8秒我看到還有少許紅色 我就擔心再煮一下 煮久一點 應該煮了20多秒 但吃下去都夠軟的 完全沒有硬的 另外這隻深色一點 它就叫封門柳 我好像沒有吃過 不過可能名字不同 我不知道 它深色一點 油脂分泡 你看到就沒有那麼多 比起剛才的牛頸仔 封門柳錄完之後 你看到好像平時我們街市 炒牛肉買回來的那些 不過它吃下去就沒有剛才的那麼軟的 但牛味反而是比較重 這個偏向牛味重 這個反而我覺得可以煮得比較 即是100至10秒 可能都OK的 不需要那麼久 這個金錢剪 比平時我們吃的牛剪 偏向它切得厚一點 還有顏色就沒有我平時 在譬如看到的急凍那些那麼深色 所以我相信它都是比較新鮮的 我以前也試過用一些牛剪 美國牛剪打火鍋 是非常之硬的 就算煮一會兒也沒有什麼味道 這個又不是 可能因為本地牛 它吃下去很軟 不會像平時的牛剪 很硬的 而且肉味也比較濃 然後還有兩顆汕頭牛眼 這個牛眼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我咬開給大家看就知道 裡面充滿了氣泡和肉汁 看起來也不太有感覺 但是一吃下去 哇 真是很驚為天人 這個牛丸 它完全是肉汁很豐富 牛味又非常之濃香 它的脂肪可能落得多 就是跟平時的牛丸 有牛肉味 但是就沒有那麼香 它有很香的油脂味 好像和牛一樣 不知道它要不就加了少和牛 要不就可能脂肪加得多一點 所以牛味真的很突出 很棒 很有油香 肉吃完了 現在是時候下個麵 嘗嘗這個 現在最熱的沙爹牛肉麵 看看是否行不行 是時候加上牛肉 我做這個最出名的沙爹牛肉麵煲 是不是流汁水呢 這個就是仿製品慈雲山沙爹牛肉麵煲 達成 看看多漂亮 先嘗嘗 好緊張 不過應該也不用緊張 應該也好吃 剛才試過湯底 很棒 先試一口麵 這個就是日本版的出錢丁 我先試一試 很棒 簡直是高級享受 輪到吃這個佛跳場 先放了一些貴價食物 鮑魚和鑼片是一分鐘的 先放進去 這個鮑魚的尺寸 就比起鮑魚燒賣大一點 正常一點 不過它這個也是罐頭的 吃下去它有一個咬口 有一個質感 但沒有鮑魚味 不是很濃 又不像新鮮鮑魚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就是普通的 我覺得 到這個鑼片 它有三塊 其實我不需要形容 大家都知道 平時買罐頭的鑼片 吃下去夠軟 唯一好處就是沒有牙 都可以 但是就沒有味道 這些罐頭 用來炒東西 煮完 湯更加沖淡了 更加沒有味道 完全不行 接著放了要三分鐘的材料 花膠 冬菇和雞肉 這些花膠仔 都是一些普通貨式那些 但是它有一隻就會硬一點 爽一點的 有一隻就軟一點的 質素好一點的 有一隻 因為它這個湯好 所以它的花膠 不是很漂亮 吃下去都OK 這個雞腿肉 你看到 反而肉最好 比起剛才那些罐頭的 起碼它有肉的質感 而且它是比較滑 這個雞吸這個湯 就特別好吃 冬菇 其實你看到普通的鮮冬菇 但是我又覺得 不知道是否因為湯底帶起 吃下去的菇味 零食突出一些 還有咬下去 很有咬口 冬菇的汁又夠汁 吃下去很好吃 吃完了 這個佛跳腸湯底 鋪滿了海鮮 就試試它這個 它說推介的上海洋春麵 看看有什麼特別 它有點硬 它的湯可能剛才煮了這麼多東西 是更加濃 更加香 還有有些膠質的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花膠 還有其他東西 或者麵 即是淀粉 融了下去 變了它那個 很濃的湯 現在是最好喝的 麵我就覺得 都OK的 但是你說是否很特別 我又不覺得非常特別 但是都算是好吃的 好 吃飽來的時間 做個總結 第一 這個環境 我覺得非常之舒適 又夠闊落 食物方面 鮮炸炸的湯底 我覺得兩個湯底都很出色 沙爹又夠濃 這個佛跳腸湯底的膠質 還有味道很鮮甜 材料方面 我覺得牛肉 牛丸是必食的 至於佛跳腸裏面的材料 我就覺得一般 如果喜歡佛跳腸 可能選擇別的材料 再加20元 轉佛跳腸湯底 可能會適合一些 來到尾聲了 記得做甚麼嗎 還未訂閱的 記得訂閱 訂閱是免費的 還有喜歡這條影片的 記得給個like Share 給朋友 以及在下面留言 下條影片再見 Peace